大家好,我是Dan 在Apli成员Hunji发表立场文后 左术公司DSP娱乐马上发出了反驳声明 成员耶娜也发文表示 是Hunji一个人排挤了其他人 然后在昨天 更是有位自称是DSP签职员的网友 在IG上传了有关Hunji的爆料文 我是在年龄学生时期开始就在DSP工作的职员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都相信你的那些不像话的谎言 所以想写下几个事实 你是从首尔艺术公演沟中 以演员部门进入了DSP 怕有人连这个也不相信 所以我来上传几张照片 你也知道吧 公司在你整形变漂亮后 突然以你为中心做了Apli组合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不想做女团 所以在出道没剩几天 也是忙着跟男朋友去玩 然后在出道初期 成员们没有个人手机的时候 Hunji借用了造型式的手机 结果因为没有退出自己的Andreble 留下了痕迹 在那里也有个男朋友的做爱条款 一、不可以一直想要做 二、做的时候要想着我 三、做之前要洗干净 四、做的时候不要太用力 五、不可以做三次以上 那一天公司因为你都去了美容院求饶了 然后对于Hunji说的 也使用个人手机 这个圈子很小 你想要好好混的话 你的品行就应该要断正 认识KWS吧 再散播谣言的话 你前男友们的真名 比这个更肮脏的真相 都会公开的 对于自称前职员的网友爆料 虽然也有极少数的网友们表示 哇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 圈局的话也不能都相信了 私生活也太乱了吧 但是大部分的网友们都表示 前职员冒着被告的危险 为了公司爆料这些 路过的狗都会笑出来 应该就是成员们 或者是成员的家人们写的吧 前男友恋爱什么的 其他成员们就查不出来吗 该写的这些内容 就证明了是个智商很低的人 几年前的做爱条款 竟然能记得这么清楚 就好像是刚做出来的一样详细 现在很像是所属公司 成员们都在网络上再次 不过造型是看到 圈局没有退出账号 就去看了里面的内容 然后再将内容告诉了公司 这像话吗 自称是前职员的网友 目前已删掉了这个爆料文 但是再次发文表示 不是因为撒谎而删掉 是因为被举报而下架了 绝对不是我自己删掉的 我只是希望圈局 你能看到这个感到忏悔 知道你真相的不是一两个人 圈局 用手掌是无法遮天的 对 用手掌是无法遮天 但可以打你吧 对于自称前职员的网友爆料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年纪小的KPOP粉丝们 可能不知道的七个事实 第一 同盲星期本来是五人组合 第二 去播剧呢是以 没有Q圈的12人组合出道的 第三 拍戒本本来是2PM的成员 第四 圈娜参米本来是 Wonderers的成员 第五 KARA是以没有QARRA KANGING的四人组合出道的 第六 EXO本来是12人组合 并分为XOK XOM两个组合 第七 WINNER本来是五人组合 大家不知道几个事实呢 接上去 2020年那 Late 我们下一次的那一件事实在 pharm眼前是五人组合出道的 我们下一次